欢迎收看正能量报报 大多数人都喜欢成功 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特别不喜欢失败 很多家长为了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从孩子开始入学时 就苦心安排各种的补习才艺等 希望就读有名的学校 因为不能失败 失败就代表没面子 失败就代表出丑 然而家长以成败论英雄的心态 对学生有什么影响呢 心理学家解释说 在漫长的人生中 虽然有些人屡战屡败 不过却越挫越勇 但是有些人呢 在遭受到一次重大打击后 就再也起不来了 例如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令人心酸的新闻 在高考过后 考试失利的年轻人 用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实这跟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失败经验 有绝对关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会讲到一个被称为世纪天才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故事 在美国的文化里 他的名字就是天才的同一词 而爱因斯坦还没成功之前 他经历了多少失败呢 这绝对超乎您的想象 首先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心目中的天才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从小就天赋异禀 就像武侠小说中写的那样 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一上场就所向披靡 没有任何东西能难倒他 不好意思 这是小说情节 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的成功都要经过失败的洗礼 爱因斯坦从小就开始品尝失败的苦果 因为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一直到四岁的时候 他才终于学会开口说话 他的爸妈还因为这样而带他去看医生 后来到学校去上学 老师也没给爱因斯坦好脸色看 认为他是个奇怪的男孩 因为他常常会问一些空洞的问题 说一些别人听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交不到任何朋友 老师也认为他只会胡思乱想 好吃懒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 像爱因斯坦一样 被老师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 那这日子怎么过呀 不过爱因斯坦最后能突破这道关卡 终其一生都不受限于僵化的教育体制 没有否认自我 也没有埋没自己的天分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想父母无条件地 给予他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 爱因斯坦的父母并没有放弃这个 很晚才学会开口说话 还被老师当成笨蛋的儿子 他们鼓励他在树里方面施展热情 激励他发展独立自主的特质 并培育他的好奇心 终于造就了这位改变世界的天才 受到教育所害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说 每个人都是天才 但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 评断一条鱼 他将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是一个笨蛋 爱因斯坦在学校所遭受的挫折 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顺利过 他还考了两次大学 众所周知 爱因斯坦在数学与解题方面 具有先天的敏锐度 不过他并不以此为傲 他反而真诚谦虚地说 自己之所以能有这么伟大的物理成就 不是因为自己的智商 关键在于自己坚定 而又持续不断的决心 每当面临失败时 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尝试 他从来都不畏惧失败 爱因斯坦留下了很多的名言 对于失败 他是这样说的 失败是成功的过程 一个人如果从未犯错 代表他从未尝试过新东西 确保避免犯错的唯一方式 是不要有新的想法 对于成功 爱因斯坦说 不要为成功而努力 要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努力 在一个崇高的目的的支持下 不停地工作 即使慢也一定会获得成功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贡献了什么 而不在于他能得到什么 生活方式只有两种 一种是相信凡事没有奇迹 另一种则是把所有事都当作奇迹 爱因斯坦并不认为自己拥有超级智商 他说 我没有特殊才能 有的只是强烈的好奇心 不是因为我聪明 而是因为我与问题缠斗的时间比较久 人们都把我的成功归功于天才 其实我的天才只是刻苦而已 爱因斯坦终极一生都将失败当作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学习机会 听完这个故事 对于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的失败经验谈 您是不是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呢 对生活中的失败 您是不是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一位伟大发明家的故事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被称为发明之王 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打破他的记录 爱迪生持有1099个发明专利权的记录 不过在这个闪闪发光的皇冠背后 爱迪生可能还有另外一项世界记录 据传他是创下失败最多次的金氏世界记录人 为了发明一颗灯泡 爱迪生失败了上万次 可是他还是不放弃 他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我不是失败了 我只是找到了一万个让灯泡不会发光的方法 爱迪生也跟爱因斯坦一样 从小就接受失败的洗礼 在七岁时爱迪生就感染了心红热的传染病 病了很长时间 后来人们认为因为罹患这种疾病 所以才造成爱迪生的耳朵聋了 在八岁时爱迪生上学了 但只读了三个月的书 老师认为爱迪生愚钝糊涂无法受教 还评断他是个低能儿 于是把他撵出校门去了 被学校退学后 爱迪生就只能待在家里了 而母亲就变成了他的家庭教师 据统计 爱迪生一生中的发明 在专利局正式登记的约有1300种 1881年是爱迪生发明最多的年份 这一年 他申请立案的发明就高达141种 平均每三天就有新发明推出 然而只接受了三个月正式教育 连小学都没毕业的爱迪生 却成了无人能及的发明之王 于是人们认为 爱迪生一定是个天才 但他却不承认 他说天才就是2%的灵感 再加上98%的汗水 爱迪生一生中最大的贡献 就是发明了电灯 他做了1600多次耐热材料 和600多种植物纤维的实验之后 才制造出第一个灯泡 后来他更是在这个基础上 不断改良制造的方法 他的发明大幅度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使他在1928年获得了 美国国会金制特别奖 晚年时 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 放着一个石碑 石碑上刻了他的名言 我深信有一位全知全能 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神的存在 这件事在爱迪生传第292页和293页 有明确记载 爱迪生还说 假如我否定上帝的存在 我就等于亵渎我的知识 他还说 我认为每个原子 必有某种智慧所掌握 所以能千变万化 而成造化之妙 而这种智慧就是来自于神 而爱迪生传的作者还指出 爱迪生认为 如果自己没有神的启示 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 他绝不会有一个能够洞察物质世界的 奥秘的非凡头脑 和爱因斯坦一样 爱迪生对于失败也是毫不畏惧 这两个在历史上拥有 傲人成功记录的名人 都把失败当成通往成功的阶梯 您听过有一个国家 设立了一个国际失败日吗 在芬兰 每年的10月13日 开放让所有人在网路上 公开分享自己的失败经验 现在在YouTube的影片中 您可以找到很多这类的影片 在每个失败事迹之后 都伴随着人们的狂笑声 似乎大家都很高兴地分享自己的失败经验 那么有些总是怕孩子出丑的华人家长可能会想 这多丢人呐 这面子要往哪摆啊 那么为什么芬兰人偏爱鼓励失败 还要选一天来炫耀失败呢 因为芬兰人认为 从小就乐意拥抱失败的孩子更容易成功 不信您再想想上面的这两位名人的故事 让孩子拥抱失败 说不定能培养出下一个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呢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点赞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 随时来听听我们说的正能量小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